Hello Hello 大家好 欢迎你们又回到coco的频道 今天coco想和你们去unboxing 我刚刚拿回来的手表和首饰 如果还未subscribe我channel朋友的你 记住subscribe 有很多unboxing等着和你们分享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 看看coco最近拿回来的手表和首饰 如果你们有留意 这一期coco也有unboxing到chanel的首饰 coco也有说订了的某些东西还未收到 就是这一只chanel的方堂的手表 终于拿回来 因为订的期间也等了一段时间 现在收到它就很兴奋 它也是一样很简单的黑白色包装 看看里面 它有手表本身 而且有这个说明书和warrantin card在里面 我们把它拿出来 它的说明书也是很简单的 有黑色一本 有一个come with chanel的warrantin card 买手表也是有保养的 来看看这个重要的主角 它是一只伏黑板的 俗称chanel黑金方堂的手标 就是chanel premiere 它其实是1987年已经出过的 它是35周年 它就出了这个伏黑板 它1987年出的那一只 就是k金来的 现在这个就是道金 coco就觉得 虽然它是一只电子标 价钱也不便宜 但是我觉得作为chanel的 也算是半个粉丝 我觉得这只手标 其实是很值得买的 因为它日常衬衣 真的超败的 它也是chanel的工艺 就是皮边织这个道金 就是它的signature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只手标 它开的方式有点点特别 它在旁边有个扣 有一个click位 你打开它 你打开了之后 就是可以这样 你打开了之后 它中间还有一个 一条很小的扣 这一条也要打开了 才可以拿一支标出来 就是在下面这里 有一个click 打开 它要分开这两层 打开了之后 才可以把这个标 这样打开 这一只服黑板的 黑金的premiere手标 Coco就觉得 不是 即使不是粉丝 我觉得都应该要必买 那它上面 就有个套 我们可以把这个拆掉 我戴上手 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在这里 扣在下面这个位置 然后 扣了之后 就把这个 按下来 中间这个小的 再扣个大的 这样 就是我们的 Chanel Premier的手标 即日常 无论你穿T恤 牛仔褲 或者是 穿得比较正式 或者是穿裙 都超容易搭的 手标 分三个尺寸 分别是 是small medium 和large 我这一只是medium 有少少松 我戴small 是刚刚好 固到实 我似乎都说 我的皮 其实戴得久 都可能会鬆鬆的 但是我就 不想 因为如果你的手标 戴得很紧 很紧 就好像戴了别人的手标 我也是比较喜欢 松身一点 可以动 特别是夏天 你不想它绝住了手 这一只手标 我觉得非常百搭 它有出黑银 Coco这只黑金 它有出黑色银扣 但是Coco皮肤 比较金色 反而对于我来说 会比较显白 所以我很多首饰 我都选了黄金的色 尤其是玫瑰金 不知道为什么也不太配搭 这一只方堂手标 我就选了黑金 这一只手标 也是Chanel这个牌子的第一只女装手标 超级经典 所以我知道它要出伏黑板的时候 我都想了很久 到底买不买不买不买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 也是买了回来 超好看 对不对 第二样想和大家去unboxing 就是我之前订的 VCA的一只手银 那我们先 拿了它本人出来 再讲解它 跟着了什么 那这一只手银 我就是在它加价之前 买到的 那我首先就是下订了 因为葡萄就没有我尺寸 那现在就拿了它回来了 那就一起看看Coco 买了哪一只手银 那它呢 这只手银 收视也有跟我说 现在是转了 这一种 比较软身的包装的了 就是不是 贴张照片 就是不是这一种 舊的硬盒的包装 因为是给我们旅行 很好用 另外它还有一个 很好用的地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买了什么 那它是Signature的盒 那这个是软身的 新的包装 那Coco呢 就是买了这个 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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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只 是它们的 比较的 的 签字名 的一只 手银 那我刚才也有说 它现在转了这一种的包装 那就是 我的修士跟我说 其实这些去旅行 是超好用的 因为你可以 把其他手银 手饰 一起放下去 那我就觉得 咦 都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Coco的 这一只 手银 Coco呢 这一只呢 它是这个 签字版的 Palee 的Signature 叫做Bracelet 那我呢 都是买了黄金的 因为 黄金的颜色 就比较 配合我的肤色 反而会 令到我的肤色 更加显白 那所以我 基本上买的 首饰类呢 我都是买黄金的 比较多 那Coco 那Coco 这一只呢 都是 medium的size 来的 那这个呢 我觉得是非常之 啊 比较 不是那么容易 撞款 因为 Wangcliffe呢 其实这个 法国的 牌子呢 它已经很久的历史了 因为它1906年的时候呢 已经是 这个牌子 成立了的了 那我觉得 它们这个牌子呢 是很lady 很elegant的 那Coco呢 就在 它加价之前呢 就 买了 这一只的手银 那它这个呢 因为其实戴手银呢 是很容易刮花的嘛 那它这个 比较特别呢 就是它的手银旁边呢 都有两个它们 特別的金珠的圈圈 它包裹着它 那所以呢 你平时就算 有些东西撞它呢 它也不会那么容易撞花 因为呢 它另面的地方呢 是陷了进去的 那它也是全部手工做的 首先我们讲一下 它的打开方式 那就是它旁边呢 有一个安全扣 那我们把它打开 对了 再打开 那它呢 这里有个扣 有一个压力的位 那你两只手这样上下 按住它吧 接着一移 那它呢 就会开了的了 那这样吧 接着呢 我们呢 就可以 戴起去 已经戴了 那我自己觉得 这个开盒的设计呢 其实单手也可以操作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带着一些饰物来睡觉呢 那Coco就不会的 我喜欢 就是全部脱掉才睡觉的 那 那 Vanclaire这个牌子 它的金色呢 亦都是比普通其他牌子的金色呢 是来得 特别 shiny 特别 我觉得特别金 一些比较 浅浅浅浅的感觉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一下 Chanel这个手标 也是金色 那和 VCA这个金色呢 两个金色呢 是有点不同的 那 就可以叠戴了 因为两个 是medium的size 来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一下 那 而我觉得单戴啦 我觉得也是 好看的 等我 除了手标 给大家看一下 那 那我觉得呢 这只颗呢 就不会说 好幼好幼 就是 如果 只是带去 没有带其他东西的话呢 就感觉好像 空洋洋 那它不会的 那这只颗呢 都有一点分量的 就是它不会轻飘飘的 那大家也可以在店里试一下 那这个呢 就是Coco 买到的 Vanclaire的手颗啦 这个Pulli这个呢 我觉得真的比较 很简约 和比较 斯文一点的款式 是的 那 VCA呢 就有 的配件呢 就会比 Chanel的手色 多一点 那就是 首先就是 VC啦 那它的 Warranting card 和一本的说明书 那因为如果你要 站下来去 嗯 去做Service 或者清洁保养的话呢 那其实你也 保持住一些证件 那它呢 就送了一个 Pouch仔 那就是平时 如果去旅行呢 那其实是用这个的 但是呢 我觉得其实呢 用它Original 这个缘盒 我觉得也是很方便 因为其实可以 就是好像 好像我那个Service 这样说呢 是可以 把手鞋 手标 是可以完全 摆在这个东西 那 就一次过带出去 就不用分开很多个 不同牌子的 这些 Pouch仔带出去 我觉得是极之方便的 那另外呢 也送了一个 这些 抹热布 就是用来清洗 因为其实 手饰 就算你 你其实可以拿回店铺 清洗的 假短时间 但是你自己在家 其实 都很容易印指纹 特别是光面的 这些手饰 那你就可以用回 给你的 清洁布 去抹走的灰尘 对了 那它就有这种 清洁布 在里面的 手牙和手标 就是Coco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手饰类的东西 那就是最近 买到的 一些小手饰 那就很开心和你们分享 那如果你们有任何想和我 有更加多亲密的接触 可以留言和我分享 或者Instagram follow我 那我们可以 有 一些交流 那也多谢你们收看Coco 今天的分享 我们下期unboxing见啦 拜拜